警方破窗而入 玻璃碎片四散一地 大批远警衝上楼制服嫌犯 男子满脸鲜血被警方强压出来 男子情绪失控不断挣扎 最后被强行送医 其中一名远警在攻击过程中 脖子被刀划伤不停出血 医护人员赶紧做简单包扎处理 就对家里的人不好就对了 叫说没有人帮他 精神病有是有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他心病比那个病还严重 听隔壁邻居讲说他三不五十 就一个人在屋子里面 有说大吼大叫这样子 这起一外就发生在桃园平镇 张姓嫌犯拿刀在外婆家中大闹 嫌犯妈妈和阿嬤上前制止 反而受伤 妈妈赶紧通报警方 洗完之后逃到中立住屋处躲藏 嫌犯与警方对峙两个钟头 最后警方包围嫌犯住屋处 并分两路从屋顶和大门攻坚 才顺利逮捕嫌犯 本所同仁到场后 相对人精神状况不佳 情绪不稳定且有攻击迹象 那本所随即以优势警力 将其制服 在攻坚过程中 一名远警左手被拆到划伤 而另一名远警脖子也被割伤 总共造成六名远警受伤 嫌犯失控的行径 不但吓坏自己的家人 也造成多名远警受伤 最后还是得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记者留置展黄玉涵桃源报导